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2019日消息 在2019一帮未来零售大会新出海一帮新跨境年终论坛上 高禄杰宗篮集团亚太跨境电商总监Lily 米仓供应链集团董事长孙建威 新商集团飞金电子商务总经理Harry Lee 金伦集团海外营销负责人李珍坤 品牌出海专家 原A股家居品牌跨境电商负责人李林进行圆桌论坛 由一帮动力联合创始人刘晨主持 据了解 2019第十四届一帮未来零售大会 定于12月18至19日在广州保利周际酒店召开 大会以上新为主题 举办新流量峰会 新国货峰会 跨境电商年终论坛 产业互联网年终论坛 四场大会主论坛 以及新消费趋势闭门会 直播短视频专题课 马蹄社年终大聚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圆桌论坛现场 以下为论坛实录 首先请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Lily 大家好 我是Lily 现在在高露捷亚太负责跨境电商 高露捷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国际性的品牌 成立于1806年 差不多有200年的历史了 全球超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我们产品的销售还是全球唯一一个超过六成的家庭使用的品牌 比可口可乐的四成还要高 其实全球化的历程起源于1920年 掐指一算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主持人说为什么全球品牌可以做到这样的规模 也是经历了非常长的历程 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高露捷宗览集团亚太跨境电商总监Lily 我自己之前在国内做电商 两三年前到亚太去 负责开拓东南亚印度市场建立一个电商团队 建立整个电商发展的框架 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自己在这些国家的电商发展 也看到了一些其他中国品牌的现状 在互动的时候可以和大家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孙建威 米仓供应链是以供应链 物流 口岸清单为主的一家企业 之前我创办的企业叫做汇通天下 米仓是新的品牌 主要布局的还是以东南亚为主 因为东南亚确实是一个热点 我们在国内东南亚口岸 清官 这是我们的强项 还有就是海外仓 以及商品的分销渠道方面 也是为一些商家以及地方政府提供服务 作为一个第三方的服务商 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大的品牌 比如说Ebli 我们进行了深度合作 比如说我们和Shopee也有一些合作 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功以及失败的品牌 出海的经验和教训 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米仓供应链集团董事长孙建威 Herry Lee 各位好 我来自新商飞金电子商务的 新商是在2011年开始进入跨境电商的 后来围绕自己本身跨境电商的优势 把飞金独立出来专门做品牌出海这项业务 目前为止 我们服务了有华为 网易严选等等企业 除了在传统的地区 现在拓展到东南亚 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跨出去 走出去 创造更多的自由品牌 新商集团飞金电子商务总经理 Herry Lee 金伦集团海外营销负责人李珍坤 李玲 大家好 很荣幸2013年跨境电商高速发展的阶段 我整个都是参与和见证者 我们服务过的企业包括大的国际贸易公司 包括国内大的品牌 大的制造商 我们都服务过 包括今年亚马逊年会主推的品牌企业 是我之前从零到一打造起来的 我有比较多的行业经验 现在自己也在做自己的品牌 同时也希望和大家多交流 能够分享一些经验 品牌出海专家 原A股家居品牌跨境电商负责人李玲 第二团队 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 出海过程当中 团队是怎样设置的 让国内有视野的人才去到目标国 还是用外国本土团队 还是根据自己的业务模式思考 流程 李玲说 第一 区域差异 东南亚各国各方面差异特别大 不像我们从北京创办一个公司 直接能够打到海南去 但是从中国到另外一个国家可能行不通 Pentag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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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